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 如何处理我们Myshocker当中 像这样的一个字符的一个乱码 那这里面这个字符乱码 我们可以先打开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现在是向这里面去插入一条数据 那么根据我们上讲讲的 现在是没办法插入的 怎么去解决它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首先要去看一下 关于我们现在这一个表 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编码格式 也就是我们创建表的时候 它的一个编码格式 那这里面 我们还是在这里面来看一下 这是服务器编码设定 还有一个什么编码设定 这里面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 我们的一个数据会编码设定 数据库表这个编码设定 命令 行当中来 这里面的话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cumplish这张表 我们在用这张表的时候 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数据库里面有哪些表 咱们主要是针对这个 emplish这张表 那我们就看创建这张表的时候 它这里面是nany1 那我们现在去更改一下 这一个数据库表的一个编码格式 这里面更改数据库表的编码格式 这个更改的时候的话 它的一个语法就直接就是我们 clean就是water table 我们是更改 我们emplish这张表 更改这张表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设定一下 它的一个编码就是一个channel 我们这里面有个channel 然后它这里面有个sade 这里面sade的话就是一个utf8 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 然后我们再执行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 聊出这张表的它的一个 创建一个语法 它现在就是一个utf8的一个格式 然后我们更改之后 我们再来去我们的客户的连接工具 我们看 现在可不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 中文的一个录入 我们在这里面输一个中文 我们再提交一下 我们再提交一下 这里面还是会出错 比如说我现在修改了我的一个 数据库表的一个字符节之后 它这里面还是没办法录入 这是我们再考虑另外一种方法 因为是这两列 插入不了我们的一个中文 就是我们数据中文 它是录入不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考虑到 我们的一个数据列 就是我们的数据列的一个编码格式 数据列的一个编码格设定 它的一个语法实际上是和我们之前的这个语法有一点类似 只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这里面需要改 我们也是修改表 那么我们这里面修改表是也是修改这张表 然后这里面是欠几 我们是欠几我们的一个这一列 我们首先看是first name这一列 那么这一列改成什么 也给它改成一个first name 就是说这一个字段它是要更改的是哪个字段 后面这个字段呢就是你所需要更改的这个之后的这个字段名 那么它是也是first name 它是更改之后它也是一个VChair类型 然后再给它Charlator 一个它设成utf8 然后部位空 然后再修改一下它后面一个叫last name的一个 也给它修改成 然后这里面修改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数据再提交一下 现在都已经提交成功了 我们现在都已经向数据库里面去插入这样的一条数据 插入之后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表里面再去查看 看一下快速打开 现在这张表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中文 好这就是我们解决我们中文乱码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数据库表的一个编码格式 以及数据库列的一个编码格式 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涉及到的不只是一张表 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张表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我们多张表 解决多张表的一个数据编码 这里面多张表的话多张拥有数据的表 解决多张拥有数据表的一个字符编码 这里面的话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首先它的第一个操作就是应该把这个表先给它导入出来 所以我们第一个操作就是导出表的结构 第一个操作导出表的结构 导出表这个结构的话我们会用到我们mysocker 就是我们这里面这个BIM目录下面 它的一个执行命令叫mysocker dump这样的一个导出的一个命令 然后我们在命令提示符里面 那么先把它导出来 导出来的时候的话 首先还是用我们的账号去给它导出来 然后这里面导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设定它的一个编码格式 这个设定编码格式的话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里面有两根杠的时候呢 就这一块有两根杠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可选项 它就代表它是一个可选项 可选项它们这里面就是 你给它设定成一个 也是给它设定成一个UTF吧 我们是把companies设章表导出来 然后导出到哪个文件里面 这里面我们就导入到我们的目录下面来 同样的去把它的一个正斜杠给它换成一个反斜杠 然后这里面比如说 我们这里面就直接就是一个CC.Soccer 在那个文件 这里面千万不要打分号 有的人可能会以为我们在这里面写MySoccer的时候的一个分号 他可能会去用这个方法 实际上这里面是不需要分号 如果你这里面用分号的话 那就可能会报错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这里面用分号的话 它就会出错 它这里面就会认为你这个分号是一个 我们的数据库里面的这一个分号 就是companies 它就不再认为你是companies 它会认为你是companies的分号 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在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这个分号 好这里面是命令 好这里面都已经执行成功 执行成功之后它这里面没有任何提示 但是它会在我们这个项目目录下面创建一个文件 我们在这里面给它打开 打开之后 这里面都已经是给它变成了一个 UTF-8了 把它所有的全部给它变成一个UTF-8 它之前的就是一个91 因为现在我们导出来之后 它的一个制服编码格式全是UTF-8的编码格式 这是我们第一步操作 第二步操作的话就是需要把它的一个数据给导出来 将数据库表的数据导出出来 将我们这里面这个数据库表的这个数据导出 导出的时候它的一个命令稍微要复杂一点 我们也是在这里面去导出 前面的命令实际上是不变的 前面的命令实际上是不变的 我们从这里面 前面的导出数据 我们也是用了 MyServerD1MP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是快速的去导出 用这样的一个命令 click 然后这里面在导出的时候 我们就不创建表了 那我们就是create的 info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多行插入的命令 然后导出出来的时候 它的一个编码 等于utf8的一个编码 然后也是company 然后这里面导出的话 我们是也可以导出到 这一个目录下面 我们的 比如这里面我们就该导出到 我们的一个 叫data.socler的一个 里面去 然后我们在我们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去看 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导出来的一个 数据的一些文件 这个数据文件 它实际上是一个数据的一个 socler语句 这里面因为只有一条 语句 这里面就是insert into 就这条 如果有多条的话 那这里面就有多条insert into 然后这里面操作完之后 我们再将原有的 第三的一个操作 删除原有的数据库表 原有的数据库 也就是说 这样我们这个原有的这个数据库 再给删掉 删掉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删掉 删掉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 需要再重新 以新的编码格式 需要重新 以新的编码格式 创建数据库 新的编码 那么这里面我们 以新的编码格式 创建数据库的话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去创建这个数据库 刚才这里面 已经算是没有这个数据库了 这个数据库已经被删掉了 那我们现在就重新创建 创建数据库 然后 创建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就是 我们是创建 companies 然后它的一个编码格式 我们给它 导入到 这里面这个创建好 当这个创建好之后 它实际上是没有数据表 和数据 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 要把这个数据 要把这个数据 切开导进来 导入的时候就是myshocker 然后我们这里面 就是myshocker的一个 然后这里面是导入到 companies这张表当中 它导入的是用小一幅 然后把这个 首先是导这个 再展现一下 然后这里面导入之后 导入之后 导入之后 好但这个表里面 现在是没有数据的 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 数据导入进来 然后把这个数据 导入进来的时候 那是一个创建数据库 然后再导入 在导入的时候 要修改的是 这一个数据库的一个 这个数据 我们给加一句话 加这里面来 加一句setnames utf8的一个编码 加进来之后 加这句话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 插入这个数据 全是以utf8的形式插入的 如果你不加这句话的话 等会可能 就是一个乱码 所以这句话 我们给加上 好加上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 给它导入进来 然后这里面就改一下 改成一个dota.doc 好然后在这里面 再去查一遇一下 好这里面 我们看 我们刚才查运之后 我们通过我们这里面 来看 这里面就已经是一个中文的了 是吧 我们这里面 在我们客户端看到 我们刚才导入这个数据 就已经中文了 好 我们这一讲主要就是讲解了 关于我们怎么去修改 我们这个数据库表 就是更改这个数据库表的一个编码格式 以及更改这个数据列的一个编码格式 以及我们把这个表导出来的时候 以及它的数据导出来的时候 对它的做的一个编码的一个设计 这是我们这一件的主要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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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